在那边呢 没请教老师的问题是有关木厨艺修用的事情 因为他有看到一间公司呢 这位木厨艺 但是他现在对到三篇的介绍呢 有下一个相关的内容 那这个我就不说 老师就麻烦你看一下 网络上咯 咱们把这个内容就是泼出去 那老师他想要请教你的就是 他这样的修用方式敢不敢的 是不是可以 他说可以把农药的浓度减半 那这样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用 农药减半 这个东西 这个是 姑且听之 我觉得因为木厨艺它本身是酸的 所以它生成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可以来给它 你如果评论它 水如果不太好 你可以调整它 这个好够 所以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 这种效果 但是不是绝对 所以这看起来 我就比较没说 使用量按原来的一半 糖油啊 糖油啊 你如果是按原来的一半呢 我觉得你要有待商榷啦 就是说你可以减一速 但是减到一半 那是浓度 比如说我减用一半 那这个倒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你说我这个要 这个把浓度减一半 本来泡一千杯 现在变两千杯 你糖油啊 这个效果不会好 但是如果糖油啊 水如果有够 其实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你如果酸的量 有复杂性也好 还是说这个乙系统性的 这个乙性的关系 硬硬 这有可能 有可能效果还不错 啊 其他就没有泰泰 没有那个机会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那么这提供给你稍微做一个场合 我是不建议 尤其在糖油里面 我是比较不建议说 你任意去调整 这个油两档级 人家你用一千杯 你用500杯 用比较重 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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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的浓度 没想到有可能 比较危险 但是你把浓度讲解 在糖油里面 基本上 因为糖油很多都是 都没有异性性 都纯粹是接触性的这个油 你把他讲解 他根本就没什么样的 简单说就是说 他感觉没什么问题 从我们喝礼拜吃 你全吃喝喝很酸 泡一半水的时候 喝起来很好 泡一半水的时候 喝起来很好 泡一半水的时候 喝起来就感觉 泡到爆的时候 你就感觉怎么样 喝起来就 稍微感觉味 但是连痪你就不感觉痪 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浓度 这种是浓度的节节关系 所以这等于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节节了解到 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给你稍微做节节的参考 我个人其实说是没必要 没必要去 应该是不能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太大的一个好个在这里 所以这提供给你稍微做节参考 我不建议这样子用 な优 Program我来说 练练的增加 建筑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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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